大家好我是洪茶 那今天來分享我這個主力對關羽的戰報 那目前關羽來說算是我的第2隊的主力吧 總共是第1隊會是那個諸葛隊 第2隊是 關羽隊 第3隊的話是貂蟬 張寮 甘寧隊第4隊才是毒隊 那這一隊最強的地方就是因為他先手的時候可以隱蔽的效果 所以 隱蔽的話普通技能打不到 那只有普攻打得到 但是普攻的陣容呢其實 太難去打關羽了 就是現在可能都是用技能 為主 法師的天下 所以 這一陣子要一開始有掌握到先機 先 隱蔽了 那取得了先手基本上後面就是沒有機會了 後面就在那些像什麼 如果有什麼張寮啦 或者是 特曹操啦 那種 陸場型的角色也打不到這些隱蔽的陣容 不然的話以配置來講我是一定輸這個 雅武的 雅武應該 也封了好幾次王吧 那 看他的 經驗啦 那些的 也並不是說 我可以去比拼的 我只是靠著技能跟先手 所以 推薦給大家 其實關羽正 雖然關羽出很久了 但 他還是一個 蠻強的陣容 僅次於諸葛亮吧 或者是後面的甘寧 但他還是可以排在前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去看